大家好,我是乡村阿泰 这个视频我们接着上一个视频说 现在我们就赶往连体山洞另一边的洞中人家去 这边的详细地址是波州区乐山镇新土村的城村霸主 大家看一看,现在我们已经到这里的洞门口了 确实下面住着一户人家 据说这一家人已经住在这里五六代,一百多年了 而且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也同样住着一户人家 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 现在我们就走进里面去看一看 它这个洞口水平里面还倒在 我先看,它从里面过去 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 这个前面开着三个门的,这个是他们的厕所 我们再往里面去看一下 有那个猪圈,还有牛圈都是在这个山洞中的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家庭都是位在这个山洞里面的 而且这个猪圈也不用盖,这是天然的优势 现在我们往这个洞里面去看一下 前面这位小哥也同样住在洞中 他是住在这个山洞下去的另一个出口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叔叔还自己在酿酒 这些全部是酒缸 里面装的全是白酒 因为他这里还是比较出名的 所以说他卖白酒也卖得不错 然后这些树木就斜斜地放在这个石头上面 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 可以从这个洞口下去 从另一个出口出来就是小哥那里了 但是要走两个多小时 现在我们进房间去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家 说 我没来过,我听他们好多人说 我没来过,我第一次打车来 你们搬车来做好多年呢 八多年 也八多年了哟 不是你这么半年了的,之前就搬进来了 你的一门时候就搬进来了 我真的在这里做一百多年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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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都是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哟 我们玩了哟哟 玩了哟哟哟 那你这里我看这里是最爱的 它那个像比如说涨水啊 它水什么水都要做这些流啥 是这些流啥 是这些流啥 它什么流啥就是这个洞口流下去 嗯 是这些流啥 房子被换了哟 房子被换了哟 这小水树大了哟 在你这一堆小费的话 你们的平地都还要过去 是是是是 而且现在的 它就是小水树大 你这个小水树小了 你这个男人又做 我这三十多年了 你又看到长得好 那是 水长也不大哈 二十年 我现在把他打了很老 我那时候把他带来大个蛋 我们的小生长了 那他把四十一都冲出基督院 他在我们可能离开了 他就不大呀 哦 那你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哈 我们多啊 什么人 那都是三个啊 我们四个那都八个人 我都八个人 小人在外面 你几个玩几个孩子 我四个 我十一月里面是 十个 十个人 十个啊 十个 elektron 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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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了 再晾一点酒脉 然后搞一些养猪 养了几个牛 生活是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负担 这个日子过得是蛮清闲自在的 他跟我说 其实政府一直都在叫他搬迁 但是他自己根本不愿意搬出山洞 确实是住在这里一百多年 哪有说搬就搬的 对不对 他住这个地方 是整个地块最低的地方 我其实担心他这个地方涨洪水怎么办 但是他说洪水直接从洞里面流下去了 里面是有暗河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阿泰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哦